各位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就是那一次上课 我们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基本的一个视觉化分析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进口分析 对不对 有出口分析 好 首先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是不是会进行资料的编辑这件事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资料对应的整整齐齐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的进口数据 我们的进口数据跟出口数据 是放在刚刚各位 是不是自己放在一个指定的资料夹上面 可是现在这个档案知道吗 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把来源的数据对应好 可以吗 我先告诉各位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档案 它的来源数据 它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常用 你要跟着做哦 要大家一起来去看 常用 转换资料 底下的资料来源设定 来 1 请点 常用 2 转换资料 3 资料来源设定 可以吗 请看我的游标 1 常用 2 转换资料 请点下面这个 这个往下的箭头 转换资料有分上面跟下面 下面这个 然后 3 请点资料来源设定 好 请问一下 你看我这里面 是不是有出口的资料跟进口资料 它的路径绝对不是你这台电脑 像我现在放的是低磁叠机 对不对 可是 可是你们可能不是放在低叠 所以我们要重新去指定它 好 所以怎么样去指定 请先选第一个 像例如说我这边是第一个出口 出口的资料 请点第一个 然后变更来源 变更来源 好来 第三个动作呢 是请点这个 第一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 然后 第五个动作 请点变更来源 然后接下来请透过浏览找到 你刚刚放出口资料的那个档案路径 后面动作就很单纯 第一个设定好第二个也要跟着设定 好第二个 第二个 变更来源 然后一样透过这个浏览按摩 这个浏览按摩 然后去找到 找到进口 开启 确定 好 稍微看一下 这就是指定档案的路径 最后只差一件事 就是点这个 关闭就好了 一定要做这件事 而且通常我们为了资讯安全 如果你里面是有个资的 我们在出去档案之前 我们还会特意做这个清理 清除群见 就是直接把这个路径 整个就结马 听得懂吗 就是我没必要告诉别人 我的档案放在我的本机的什么位置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甚至要 我再告诉你们更可怕的事情 如果你的档案原本是连结Server 连结Server 你那个账号密码都会固进去 只是你不知道怎么查 所以我们通常给别人这个成因档案 我会做这件事 清除权限 如果是那个Server的资料文言的时候 好 请点选关闭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电脑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所以请点选这个套用变更 它就开始去套用了 而且它这边的套用会包含所有曾经做过的数据清理一定套用 这是它很棒的地方 等一下我还是会给你们去看一下 到底那个时候 我们上了哪一些内容 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让人比较容易懂 请问一下 我们很习惯用民国来纪念 例如说我们讲说 民国100年进口 1月进口值是多少 民国109年的1月进口值是多少 甚至民国110年5月疫情刚在台湾有变成三级警戒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进口值是多少 可是